大家好,我是鱷魚眼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主線皮2 寇天關明朝1.1版成硝山世界任務攻略分批合集 好,這邊過完對話之後呢 我們來看到前方這邊有一個亮著的光點 然後我們激活這個溯流儀 好,點點激活 然後這邊讓我們先把它往左邊轉 來,然後再轉一下 好,招完之後呢 我們退伏劃 注意到岩壁上的高能黑石了嗎 圓盤上有裂紋 高能黑石 也許呢,這碗可以爬上去 而且拿到這一塊這個爆炸石 好,原來它叫高能黑石 我一直都念錯了 我叫它爆炸石 結果咱們把這個拿起來 好,這邊這個拿到這個按T 然後拿到這個黑石 我們回頭 然後這邊呢,就有這個裂紋 我們按這個G瞄準 然後把它炸開 好,炸開之後呢 我們再過一下這個地形動畫 好,接下來過完地形之後呢 我們直接往著這個東北方向抖 來到我們最開始的這個溯流儀這裡 來,激活一下這個溯流儀 然後給這個溯流儀 然後我們往右,往右退一下 好,這邊呢 就可以同時露出來這三個鎖 然後我們把這三個鎖都給打一下 破損的圓盤缺口 來,剛好把這三個鎖都給它打掉 現在可以同時呼 好,這樣的話 這中間的這個門它就會解開 我過一下就解除了 我們進去吧 來,這裡我們繼續往前走 跟著這個任務指引 爬上來 好,大家走到這邊之後呢 然後我們打開這個門 完成這個解謎之後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寶箱 我這邊先帶大家開一下 然後,這個到時候 咱們在這個寶箱篇的時候 計時,計速 最開始計速 我們會加上這個寶箱了 好,這邊咱們開啟一下這個寶箱 開啟 好,開完之後呢 我們繼續往著這個前邊走 走到這個洞裡面 這裡怎麼會有彩項 不斷 好,走到前邊之後呢 這邊咱們暫停傾切罐 好,這邊打完怪之後呢 前邊呢就有一個機關 然後同時呢 現在在我們左手邊 這邊有一個寶箱 它應該不是咱們這個任務裡邊了 這裡就先不帶大家拿了 後邊有寶箱篇再帶大家拿 咱們只拿這個任務過程中的一個寶箱 好,這邊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來拿一下這個 啟通一下這個機關 然後交互一下 石門 好,就在啟通完之後呢 我們繼續跟著這個光標 來,到這邊有這個勾子 我們勾一下 跳過來 左邊繼續勾 然後再勾右邊 這裡我們左手邊還是有一個寶箱 這裡先不拿 行,後邊再帶大家拿 扣天罐中 還是殘留就不少汽艇 有人過去流 好,接下來過完進行之後呢 我們繼續跟著這個光標 好,因為在這個 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在之前的視頻裡 大家說就是 帶大家邊拿寶箱邊做任務的話 可能有的觀眾他覺得有點亂 然後他跟不上 後邊他寶箱容易漏 然後這一回呢 咱就先帶大家做任務 後邊再來拿寶箱 來,繼續跟著這個任務 這裡順手呢 開啟這個傳統碟 來,再往著這個右手邊看 這邊呢還有一個機關 又是蘇靈臉 來,第二個耀眼 這邊讓我們點擊幾乎 看下門的背後 接完之後呢 我們先給它往左邊轉 好,再往左轉 站好之後呢 我們點擊退錯 老樣子 然後這邊呢 是有這個三個這個鎖的 然後我們還是老樣子 來打這個三個鎖 好,這邊這兩個鎖打完之後呢 然後有第三個鎖 咱們是打不到的 就著這個角度是不夠的 然後我們再重新回到這個 受流儀的這個位置 我們再回來 然後點擊激活 我們再把它往右推一格 來,再往右推一格之後呢 這個台子它就會下來 好,對外推錯完之後呢 可以看到前方這個十台 它就降下來了 然後前方呢有一個這個挑戰 這邊呢 我們先來做一下這個挑戰 來 竟然變成了叮咚咚的模樣嘛 好 利用躍遷器 將自己彈射出去 撞開那面冰牆 好,代表我們變成這個冰塊的模樣之後呢 我們來往前走喔 對方往前走 跑到這個 躍遷器也就是一個 它可以把我們彈射出去 來,這邊我們走到這邊 彈過來 把這個冰牆給撞破 再操作式起來 撞破完之後呢 來到這邊再激活這個受流儀 來,我們把它往左邊推一下 好,這邊就生成了一條路 點擊遷困起的石板 形成了一條通路 來 現在 我們可以帶著高能黑石 前方呢有這個爆炸石 我們把這個爆炸石呢拿起來 然後跟著這個任務光標走過去 點擊激活 這時候呢我們再把他們往左邊推一格 推過來 好,推完之後呢我們往前走 這個是咱們的地圖 東南方向 這個小地圖呢 它現在已經是有點錯動複雜了 東南方向 這邊有一個這個 石頭 我們把這個大岩石塊給它砸開 砸開完之後呢 這邊我們就可以把這三個鎖給它點掉了 這是第一個鎖 然後這邊是第二個 然後再尋找咱們剛才炸開的這個石頭 往裡面走 走進來 這片隱藏區域 來,不可以 這個背後有無法被攻擊的斜攻鎖 好,這邊我們多嘗試幾次 三個鎖全部打掉 然後這個門就打開了 來,我回去 原路返回 幫這邊走 一去左手邊 這邊走過來之後呢 門開了 走進去 走進來 這邊我們點擊啟動 啟動就第二個機關 好,對不對 第二層封印咱們就解開了 還剩最後一個耀岩 然後繼續跟著這個任務指引手 運在戰 耀岩是在更下層嘛 這一解開之後呢 咱們前方還有一個寶箱 這個應該是任務解謎給到的第二個寶箱 這邊先帶大家看一下 好,開完之後呢 我們來走到這個光點這裡 就是這個中間 這裡呢我們前往下層 跟著這個任務 這任務讓我們去下層 我們就去下層 好,這邊傳下來 來,傳下來之後呢 繼續跟著這個光點走 來這邊調查一下 看一下這個卷珠 好,再也不知道是啥 過一下計程 清了 好,然後繼續跟著這個任務光標 往前 進吸 來,繼續 好,繼續往前走 我們再移路往前 看 電氣懸浮的地板之上 是我們最後一個目標 好,到這邊之後呢 我們看到咱們附近呢 是有三條金色的線 然後這邊咱們需要按順序來擊打 前方呢 我們看到這個呢 有一朵這個花 在我們西北方的這裡 還有一朵花 好,這個一朵花 這個呢我們先打這個 抵一下 抵完之後呢 我們回頭 看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兩朵花的 然後左邊呢是三朵花的 我們先打這個兩朵花的 打掉 然後再打那個三朵花的 好,這樣打完的話 這個機關就會解開 大家就注意到地上的那個花的順序 打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讓我們激活 在此 設置如此直度的點擊火 然後把它往左邊推 對完之後呢 就生存一條路 中間呢 就是咱們這個第三個機關 要停這件事情上 下了不少功夫 實現起 消息 好,到這邊之後呢 大家先清一下怪 好,對外貼上怪之後呢 咱們就可以解開這第三個封印了 點擊啟動 解出 上的要言都解決了 好,對外貼前部解完之後呢 我們再跟著這個任務光標走 為什麼 他讓我們去拿我們就去拿 去往存放新頭房間的 就是順路 咱們這個路上的錨點 都可以看一下 來,繼續往前走 好,走到這邊回來 回來之後呢 我們點擊重做 前往上層 大家注意喔 前往上層啊 你看這個任務 任務讓我們去上層 我們就去上層啊 別走錯了 就在船上來 好,船上來之後呢 繼續跟著這個任務光標走 進入這個密洞 來,晚安無意追蹤 追蹤這個新任務 一路往前 是星河 好,找到前面之後呢 獲取這個星河 過一下劇情